《網路詞》 《網路詞》 這次黃俊佳的書法 其實跟過去我們理解的 只專注在書法藝術或書寫 這件事情不太一樣 这个展览比较像是 把书法这件事情的趣味性重新找回来 再是把日常性找回来 所以观众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其实就不用太想说 书法这件事情跟我距离有多远了 洪峻佳他这次其实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他的语句其实比较少很多 像是古典诗词的 那过去可能很多书法家 一定是写绝句、律诗这样的方式 有对称性 有一个语句上面的一个对应 那这次他反而是其实很多都是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听到的句子 其实也是帮助我重新再思考 书法本身是什么 它的艺术性在哪里 那刚好黄俊佳的作品里面就是 很多句子我觉得很有趣是 有台语的、有礼语的 然后是小孩子在讲的、老人在讲的话 他把它变成书法 所以他已经不是那么的严肃了 你反而今天是要看一个我的生活里面被一个艺术要重新转换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形式 我在里面看到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个状况 文字里面本来就有内容 那这个内容的东西实际上有没有跟你有共鸣 其实都要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算是你好 就算是你吃饭过 或者是这一些可能是很简单的 脚椎各拜求讨 这样一个很生活性的很简单化的东西 它却是一个很有力量 它是文字里面本身内容的力量 它可以彰显出书法以外的那种关系 但是它成为我的素材跟展示的一个过程 今天有一段话 它有一千种一万种的解释 你怎么从一千种一万种里面 去展示你想要的那一个最贴切的那个语言 它不仅仅靠的是技巧层面 更多的是靠你自己对于线条质感的一个感受性 或者是空间的感受性 色彩或者是媒材 或者是一些装置等等的 你们能不能去呼应到 每一件事情里面的文词内容 它能不能搭接起来 而不是说只是用技巧方面 去模仿我们所谓的这些古文 或者是这一些古人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是必然的 但是在必然之后 什么东西才是跟你有关系 所以是什么事 不是只是这件事 有关系有关系的 有关系 我们在设计计计计中的